货物轨迹信息显示 3月15号揽收 3月19号早上8点左右 到达隋化明水县营业部 当天下午5点左右 有本人签收 不过小曹说 当时包括他妈妈在内 好几位家人都养了 十几天后才去取包裹 我妈一再二三的去找 这个快递没有找到 完了我才打的客服 进行的就是说沟通 第一次答应理赔是一千元 第二次答应理赔 是申请的是三千元 前天那个12305客服 那个投诉电话给我回电话 告诉我他那边不认可 我提交的所有这个图片价格 完了他那边只愿意赔 这个运费的十倍 就是六七百块钱 完了他说赔我一千元 小曹介绍 包裹里的衣服 大部分是这几年网购的 因为当时杭州天气转暖 寄回去的都是冬装 和不常用的 价值是七千左右吧 七千左右 有四五件都是新的衣服 就是没有穿过的 两条裤子 两个外套 一个短袖都是新的 但是我收拾衣服 就把它装在袋子里的时候 我没有去拍照 我申请的是五千五 怎么也得五千左右呀 就是哪管就是说四千块钱 我也能接受 你不可能就是说 我二十多件衣服 都是冬天的衣服 大衣毛衣什么都有 当时这个户 我看网点那边的意思 就是刚才那个随话 民水信 你也不那边 是签收的吗 一般拍送的时候 快点那边会 先联系收货人 然后问他在不在 如果他说客户 要求放在一站的话 我们就给他放在一站 这位客服提供了 收件方网点经理的电话 小曹打了过去 因为他收发过人 他是一个人 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问他详细地 他只留了一个室灵 因为室灵院 那块那个楼啊 都得二十几栋 然后问他那个 具体在哪块 他还不知道 这个件还在哪 然后再打几天的时候呢 他说他告诉他母亲 我们快点再去的时候 这个件呢 就是发现已经就是取走了 也当时也对峙了 因为他母亲去求的时候 还说不清是哪个 然后他拿出单号 那个客服又给他 在那个百度上找的 因为咱们那个吐喜呢 咱们德邦是临时存放在那 不入人的系统 查完之后呢 给他找着了 这个件当时放在那个 西墙一个架子上 告诉他说这个就是 查到这个快递了 然后我就说 我说那个 这个快递在哪 他说他也不知道 他那个不包括他那个 范围 范围之内 突袭范围之内 后人我第二次又去了 突袭 我说那个 我没求到这块地 你给我那个 掉下监控吧 他说监控已经掉出来了 始终就没拿着这个快递 双方的说法不一样 小曹解释 由于家庭原因 他只知道母亲所在小区 不知道门牌号 找到位于杭州前塘区 松和时代商场的 缆键网点 工作人员表示 不方便为小曹 提供查询服务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就是因为他这个货 是三月份的时候 当时给他送过去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保留的那个什么录像啊 那个监控录像啊 还有那个通话录音 什么的都没有了 不管说他这个单子 理赔金额是多少钱 我们是看咱们这边 提供的这个价值证明 他这个索赔金额的话 是他的一个声明价值 但是我们从法律 意义上来讲的话 我们是要按照你的 这个货物的实际 本身的这个价值 后来小曹反馈 德邦快递方面 愿意赔偿2000元 他还要考虑一下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